当地时间7月15日 欧盟成员国将就针对中国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关税的计划进行表决投票 当地时间7月12日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称 德国将投下期权票 报道形容 此次表决投票是 对欧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贸易案的首次考验 报道介绍 欧盟成员国的第一次投票 以书面和保密方式进行 不具有约束力 在临时阶段 欧盟委员会拥有征收关税的全部权利 不过会征求欧盟成员国的意见 并应当考虑其立场 而后 欧盟委员会将在调查结束时进行最终投票 届时可提议征收最终关税 通常有效期为5年 报道称 德国在第一阶段投票中选择弃权 实际上意味着 德方支持欧盟委员会继续与中国 就欧盟迄今为止最大的贸易案进行谈判 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称 作为欧盟最大经济体 德国准备投弃权票 是因为相关反补贴调查仍在继续 欧盟委员会和中国之间的谈判也在进行中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 德国将本着与欧盟委员会 关键团结的精神投下弃权票 当地时间7月12日晚些时候 当被问及有关投弃权票的问题时 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证实 德方将如何投票 他表示 德国预计欧盟委员会 将会成功和中国就电动汽车问题达成协议 协议将有利于欧洲汽车业 这些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汽车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竞争 舒尔茨当天告诉记者 但我们必须始终确保 所有方面的条件都是公平的 当地时间7月4日 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一份 长达208页的文件 其中宣布称 决定自7月5日起 对自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 征收临时返补贴税 最长期限为4个月 在此期间 欧盟成员国将通过投票 来决定最终的返补贴措施 如何通过 欧盟将对中国电动汽车 正式征收为期5年的返补贴税 欧盟委员会的最新公告文件显示 比亚迪 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三家 被抽样调查的中国车企 将分别被征收17.4%,19.9%和37.6%的临时返补贴税 这与欧方6月12日出财披露的势率几乎相同 吉利汽车和上汽集团仅略微下降 比亚迪则保持不变 欧盟称 这是在参考了相关方提交的 有关计算准确性的意见后所做出的调整